千丈岩下的洞穴鬼门 老乡曾亲眼见到站立的骨架 一碰变成灰烬 我们一行三人中午进洞探索 终于找到了庞大的地下工程 迷宫般的狭窄涌道 走向了无尽的黑暗深渊 养成习惯先站后看 大家看我身后的大洞 洞口高百丈非常的巨大 在上世纪80年代 曾有法国比利时的探险队 邀请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带路 找寻到有站立者的骨架 现在到达这个位置 已经可以看得到洞口的全貌了 我们从河谷的方向过来 一直是这种巨大的石头 河谷从这边延伸进去了 变为了地下暗河 在右边就是非常陡的一面坡 现在我们就完全处于洞口之下 躺在这个河谷的一根原木呢 已经是伤痕累累 这就是水流带进来的石头 在上面留下的痕迹 在那个方向发现了人为建筑 也许老人所说的骨架 就是当时建造这些东西的人 咱们走进去看一下 在这里就已经看得见人为一计 这是码起来的非常整齐的石头 做的宝坎 把这个大石头给垫起来的 接着往前走 那边还有更大的建筑 小北站的地方 前面有一个大小坑 保存的非常的完整 咱们这里也有一个 我脚下踩的都是过滤出来的消土 咱们走近一点看这个 这边是一个沉电池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这个已经塌了一部分去了 什么声音 现在是一个保存非常完好的削坑 我们拍了这么多 还没有看到过这个大削坑内部的构造 咱们今天就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近乎于漏斗形的形状 在那个位置有一个导流洞 导流洞的外面就是这样一个沉电池 对我们刚刚拍到的那种 这边是我们来的洞口 然后往这个洞道深处看 有一个非常黑暗 非常狭窄的裂缝 就是这个主洞道的入口 组合道是一点水都没有了 但是在这个洞壁的半中间 有一个洞口 从那边流了一股泉水出来 滋养了很多喜阴好施的植物 这边发现了很多前马草 有人说这东西可以吃 你们知道怎么吃吗 我是没吃过 现在我脚下的也是一个人为建筑 它是用散河土和石块 累气的这样一个围挡 从这边一直往里面延伸 沿路都有人为痕迹 我们在这个地下 发现了一只老鹰的羽毛 哇 天呐 方方正正的一道门 咱们现在再看一眼洞口的阳光 马上进入这个黑暗之门 刚进洞口 然后这个洞道就表现得非常的复杂 在我们对面有一个洞口 然后在洞口上方是铜墙铁壁一样的沿地 在那个上方又有深入的一个洞道 前面的组合道是从这里 然后向左转弯 咱们先来看一下决定往哪边走 从这里上来果然发现了削坑 削坑面前有一个 这个方向有一个 咱们看这个地下的土 上面都长出了这个亮晶晶的削牙子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土非常的干燥 这边削坑 保存的依然是非常的完好 老人所说的骨架有可能是在这个里面 不知道有没有动到 咱们继续前进 现在我们几个手电 同时打量 9万牛米完全打不了 可以看到是插动无数 要记清楚 记清楚我们是走着哪条道 走城华大道 从后面这个陡坡上来发现了两个小坑 然后从这里还能继续深入 大家看一下我后面 是一个非常狭窄的裂缝 这边也同样是有很多的人为遗迹 一个巨大的熬消基地 看到没 小北那里是个啥 快来快来 这里一个暗道 走我们去看一下 我在这里说话有很大的回音 那里面肯定有空间 确实有确实有 这里进来很深 哇塞 洞口就只有这么大 这个里面 我好像有烟熏过的痕迹 上面这个岩石上面都是黑的 就证明里面肯定有人为活动的遗迹 这里也可以站立起来 里面的回声很大 可以看到这个地下呢 有开凿过的痕迹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 哇这里面的回声好大呀 好黑啊车洞 完全是古人熬骁 挖出来的一个洞道 所以人工开凿出来的一个 看这里还有锄头的痕迹 对啊 看一下里面还能不能走 到尽头了 哇这里密密麻麻的 都是这锄头开凿的印记 在这个地下发现了一个青花碗的碎片 半个底子 上面还有这些菌裂纹 应该是以前熬骁的人在这边 生产生活所用 从那个小洞口出来之后 咱们接着往这边 继续探索 里面好像还有很大的空间 还有生过火的痕迹 这边有木炭了 到处都是人为一计 现在基本上是两条平行的道路 队友他们在那边 越往里面走呢 洞道越矮越窄 没有刚刚那么宽大了 这里就要低着头 小心一点 这些细碎的沙石都被以前熬骁的人 给堆到了这个走道的两边 为了方便行走 他们在地下还挖出了一个凹槽 让这个高度呢 更加的宽阔一点 非常窄的一个向道 看这里也是被人开造出来的 这里又是一个钉子路口 也是蜿蜒缺折的 有这样一个沟槽进去 往这个伸出去了 走完了 越来越晒 我们以为很快就会到尽头 但是呢 很出乎意料 我们走了几公里在这个里面 这会儿又是 变得很矮了 完全是这样蹲着走鸭子步 前面开始爬上坡了 这里终于可以站起来行走了 但是这些动道还在继续深入 太神奇了吧 这个山体里面 我的天哪 看这里 在这个动道深处发现了 这个大销坑 哇 里面空间好大 里面空间好大